关于近日媒体报导 金管会一纸公文 害调查卡关7年 酿IMB诈骗25亿风暴 并指称 不动产借贷媒合平台IMB诈骗 调查局早在7年前 即接获检举立案调查 确定金管会一纸 未违反银行法的公文卡关 才让专案小组却步一事 与事实不符 金管会严正澄清 一、金管会2017年3月 案关韩附检调单位之韩文 并未表示没有违反银行法 且以序名 违反吸金行为所设法规甚多 等等因违反该等法令之 违法吸金之行为 皆属刑事犯罪 并涉及个案事实调查 以由司法检调机关 依事实调查结果加以认定 二、金管会令于2018年9月间 接获民众检举个案公司 疑似违法吸金案件 并以于同年月检据相关资料 以请法务部调查局参处